吳依利出席劇集《理想國》開鏡 這次劇本將會探討小朋友因為學業壓力而輕生的問題 吳依利就覺得非常有意義 相信亦很有感觸 因為我本身一向性格都比較急 都比較急和講話快 這個劇之前是去年還是前年 曾經有一些朋友是做社工警察 跟我說你講話不要不急 不要那麼容易生氣或者生氣 就嚇一嚇我跟我說 他說你知不知道上個月 他說你不要再講話了 你知不知道上個月一個月有13個小朋友跳下來 我覺得都可能會的 但問題是需要提醒自己 為何我會在這裡說 其實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希望大家在不理發脾氣也好 發猛爭也好 自己有什麼不如意也好 大人細老也好 都給自己不要轉頭角尖 停一停 我覺得大家互相體諒 現在卓林去了加拿大 吳以利又有沒有跟他聯絡 他上個兩三個禮拜前 因為我剛剛演那輯新相 即是廣告 都開心的 他發了個短訊 說You look well 我就謝謝 有傳卓林好像定婚 你又有沒有關心一下 沒有什麼特別去追問 因為我覺得 大一個了 還有有時候人是很有趣的 你不問他可能會說 你現在問我的話 可能我還是不想回答你